喜爱动物的Alice是Podcast频道用听救动物Animal Talk的主持人 在大学的时候,Alice在机缘巧合下领养了一只小狗 之后便开始投生到动物保护的活动中 渐渐的,Alice并不满足于参与志工活动 她希望可以从教育着手,让更多的人了解动物保护相关的资讯 于是便创立了自己的Podcast频道 把自己阅读的文献或是动物保护的知识,以评议进人的方法分享给大众 例如Alice会在Podcast中为观众介绍植物皮革 让观众认识到如何在消费时选购动物友善的商品 像是用凤梨叶做成的皮革 就是伦敦有一间新创公司Ananas Anam 它研发的凤梨叶皮革呢,我乱念叫做Pinatex 那这个Pinatex凤梨皮革 它就是把凤梨的叶子给取下来之后 然后呢,去除上面的胶质 就会得到里面比较柔软的纤维 除了介绍植物皮革 Alice也有与观众分享龙链犬的遭遇 并与观众分享台湾动物平权出镜会 以及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通报连接 鼓励观众在遇到龙链犬时可以伸出援手 它们其实都是已经皮包骨了 然后呢,它垫子很短就算了 它的水碗跟所谓的食物的碗 都是非常,很可怕 就是它那个水碗很脏 然后里面布满了青摊 然后可能又有一个游泳 反正就是脏水 只是有水,可是是很脏的水 然后它食物的碗 竟然都是一些喷 然后,它们很多时候 你倒那种喷,它们也不吃 所以后来没有发臭 所以其实这个环境是非常恐怖的 下面呢,放了两个连结 就是第一个是动评会的连结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防御协会 SPCA的连结 它就是很简单的Google表单可以填 至少我们能够去有这个动作 就有机会帮助到它 对 让它可以被看见 对对对 不会只是你回来觉得什么都没有